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5日9点34分联合报记者刘兆裕 及时报道胡人内部一团乱,球团决定先不与安东尼签约,改寻找中锋站立 美联社分享洛杉矶胡人近来因为胜少败多导致内部气氛受到影响,不仅库兹马凯尔库斯曼公开呼吁球团不能忽视球队内 不问题,就连原本可能与胡人签约的田瓜安东尼卡梅洛安索尼,都在今天传出已经与胡人球团终止签约谈判 胡人在2月份12场比赛仅拿下4胜后,不但胜率跌破5成,排名也下滑到西区第10名,让詹姆斯莱布隆詹姆斯多次向队友信心喊话 希望协助年轻队友一同够渡过难关 在近日库兹马声称球队仍有一些待解决的问题时,詹姆斯则表示,队友们应该更沉得住气才行 我,认为这一季我们遭遇了很多伤病,而并非是球队内部真的有什么问题,是输球让我们变得有点焦躁 在球队战绩不佳的情况下,胡人高层也传出做出一些补强方向的改变,包括先暂缓了与田瓜安东尼的签约谈判,希望利用 剩余的一个名额空缺来补尽一名中锋,填补日前将年轻中锋祖巴兹艾维卡祖巴克送往快艇的禁区站立空缺 不仅胡人对于安东尼加盟仪式态度转变,安东尼团队传出也因为胡人内部气氛低迷而窃步 尤其在胡人与季后赛渐行渐远的情况下,安东尼也被认为将不会希望躺入这滩浑水之中 分享分享留言列印